院長早 中天要提問 蔣萬安昨天引宋太宗明言批評 禁電是申請執照不必去查 想問院長回應 院長昨天有澄清不必去查 是被亂檢一通 但事關您的清譽 院長都不考慮採取法律行動嗎 NCC是獨立機關 政府都尊重它獨立行使職權 我講的話清清楚楚 我們現在的政府不是像當年 借時代還要去查人民的言論思想 至於相關有任何彼此人民之間爭執 尋法律程序或是申請各種由主管機關 依前者辦理等等都依照法律規定 那中天要提問 賴副總統脫口說出台北市是疫情的開始 院長認為這是事實嗎 賴副是否失言需要道歉呢 大家都知道疫情開始在中國的武漢 所以他又叫武漢肺炎 而人口劑局區是比較容易 因為人的互動頻繁密集容易快速傳播傳染 這都要特別呼籲大家謹慎小心 政府也在這方面努力來做 那TPBS近新聞要提問 加隆部長說侯市府刻意刁難不借場地辦選前之夜 院長四年前有碰過類似狀況嗎 那院長連兩天跟林加隆同臺是否也能為他助攻新北選情 有關任何公用場地營造物的使用都有相關的規定 希望各地方政府都能一本公正程序辦理 不要因為所長自己在選舉就有偏頗不公 同時我這段時間以來看到加隆部長在各地積極和選民互動 像昨天就在登山的活動前看到民眾對加隆部長有非常熱情的反應 而且給他很大的鼓勵 我也鼓勵加隆部長因為學士經驗一流 而他很努力的在各方衝刺 提出非常和新北需要的政見 這是我很樂見加隆部長在這一方面大受歡迎 現在還有五十幾天 相信他會更努力衝刺新北市民都會看到他在各方面的負荷期待 會給他支持 台市要提問CDC兩年多花5.1億 清冠一號研發費2億 遭殖疑金錢流向 明年防疫經費845億是否為2024綁裝 人民的生命健康 社會的安定最最重要 在這一波的COVID-19疫情衝擊下 當時世界上的權威機構說 台灣禮中國最近往來沒命 一定會是受害最慘的國家 然而這兩年多來 因為國人同胞大家團結努力 指揮官指揮中心 應各種規範說明都非常的得意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開放國境 我們隧道走到盡頭看見曙光 而這過程中的每一分錢的努力 都是經由立法院同意並受國會的監督 我們想想那些疫苗 防疫的物資 藥物 都是非常急切 符合國人生命健康的需要 防疫人員的辛苦 醫護人員的津貼 受衝擊產業的補貼種種 我們政府都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都是急需及時餘的努力 不要扭曲 同時我們比起國外受疫情衝擊的國家 以及受損的情形 台灣不但鎖住了國家的安定安全 同時在這段期間內 經濟緩和是11年來最高 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也是我們付出相關的代價 引起的最大貨益 引起的最大貨益 謝謝 來吧 謝謝 谢谢大家